他真的你不敢骂我 谁敢你骂人 谁敢你骂的 你不想我嗑的 你不想我嗓的 这是魏先生提供的视频 一名男子坐在地上 时不时还骂两句 事情起因要从挪车说起 杭州京都新城是个老小区 魏先生的父母住在这里 家里包年租了两个车位 魏先生说 3月18号晚上 他从上海出差回来 把这辆奥迪A6停在了小区路面上 由于这辆车以前 都是停在车库里 所以车内没有留移车电话 10点34接到114的挪车电话 挪车电话 然后我们应该是收拾了一下 带着老婆就往外走 然后当天母亲不放心 因为都10点多了 你也要出行啊 我要回南都 回我住的地方 然后母亲就说 送下你 老太太就跟在我们后面 我从那走过来不到50米 然后因为老婆怀孕都 肚子挺大 总共耽误了多久 我估计15分钟都不到 因为我们算的另外一个时间点 警察调停 然后签字的时间是11点06 魏先生说 父母住的这个小区车位紧张 不画车位的地方 大家也都在停车的 主干路统一靠左 在车库前面尽量靠边 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习惯 当晚这条路上停了一排车 魏先生的车正好影响到 一个车库的进出 我说大家都停这 我说我也没地方停 我说只能停这 他说我车开不进去了 哎呀我说 你看所有的车库都是这样的 我说你慢慢开 要我帮你开 他说你他妈的 怎么还慢慢腾腾的 左摇又晃的走 你他妈有毛病啊 魏先生表示 对方有几句话 骂得比较难听 当时老母亲也在场 她觉得无法接受 记得通过物业 联系上了车库的业主 业主张先生说 他调取车库监控 对方在16分钟后 才赶来挪车 16分钟这是需要的 因为114拨打了以后 不都会有个回复转信的吗 就是说你联系到车主 然后对方答应尽快挪车 或者未联系到车主 请你其他什么方式 是不是 一般不都是这样吗 然后我打完114 114给我回复的转信 我挪车也好多次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短信 他说是 你联系到车主 但车主未答应 就未承诺移车 我当时就很纳闷 不知道吧 我说 为什么联系到车主了 然后车主又未答应挪车 张先生提供了短信截图 对此 魏先生说 他接到的挪车电话 是个机器人客服 记得试的是 通话的虽然是机器人客服 但需要车主听完语音播报 并表态电话才会挂断 整个时长至少要十几秒 而根据通话记录 魏先生当时只听了八秒 张先生提供了一段监控 但没有声音 画面里魏先生的母亲冲向张先生 张先生导向监控之外 到底有没有打到人 监控里很难看清 双方都要求对方道歉 一方说先骂人的道歉 一方说先动手的道歉 接着看到 很多车库门口都摆放了大石头 车子入库时很费劲 没这么好本事 你们看看 这么短的距离 你说不过去吗 你们自己看看 是吧 很清楚吧 大石头自己放的 以前保安市放那个的 那个行物停车 没有 没有 车库前面没画车位 但是现在小区里面 车库前面是在停车的 但是首先就是说你停车的情况下 也是不要影响车库的业主进出的 目前小区的这个情况 就是车位很紧张 地面上我们有画了多少个车位 200个左右 车库呢 车库也是200出头的车库 小区里的车子的话 却远远超过这两个数字 每天会放多少两件的 有最少要五六百以上吧 物业在此提醒 进场车辆都有登记 保安会帮助挪车 希望大家也能互相谅解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